如果倒到资料库之后的话 你要做关键的查询就非常简单 只要在slay语法里面稍微小动一下 动哪些地方 比如说请输入关键字 假如他输入零 他就只有捞那个姓零的部分 这个功能蛮像Excel里面的筛选 如果你们有用过筛选 其实就类似 只是说一个是资料库 一个是Excel里面的筛选功能 其实我发现了 当然如果在Excel里面 你如果不会用SQL语法的 当然用筛选是最简单的 不过我是觉得两者之间差异性不大 你可以用那个来联想 其实要怎么改 比如说我今天 你会发现 当然如果你现在全部执行的话 假设把预设是 这个是只有把姓零的部分 全部找出来 如果说假设预设 我们之前教的是这样 就是全部都抓出来 slay的全部都抓出来 所以第一个你可以拿上个礼拜 那个slate 这个拿来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贴 我把它改成叫member好了 接下来我大概改几个地方 就是你的那个slate 所有from哪一个table 改一下 table01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栏位 我先因为print的时候 它不会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为了要让有栏位名称 所以我在上面先输出栏位名称 再来的话呢 for root for root 这个 root in这个cursor 就是上礼拜有同学问到 就是说如果那个insert in to 好像只要come 或cursor.q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不太一样 你可以帮我把表格暂时放在那个地方 那可是呢 我要把它真的秀在画面上的话 那你就变成怎么样 跑个回圈嘛 有没有 就是呢 哪一列 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变数名称自己取 哪一列 在这个cursor里面 所以他会先一列 一列的把资料读出来 那读出来里面的话 读过来 它就是一个串列 串列里面的话 一样会有第一栏 就是二一二三 所以有四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那其中 这个其实stream不用 因为我记得 前面我本来说integer 因为它栏位的形态是 integer是整数 所以你进来要先转型 但是我们刚刚资料形态全部都文字 那文字过来什么都不用转 OK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推 所以执行的话 一到五十 全部的那个资料都找到了 可是问题 假设你今天需要 并不是要这样的结果 而是什么呢 而是希望能够用关键字查询 其实关键字还蛮好用 有点像筛选 那这部分的话 你希望 这边最好可以怎么样 让我多一个input 比如说我今天的话 x等于input input还记得 input是让它输入 输入什么东西呢 也许什么 请输入姓名的关键 假设我们找了一次 要根据姓名的话 这一栏 OK 当然未来如果你要找其他栏 方法差不多 只是小改一下就好 要改哪个地方呢 姓名这边 所以特别是后面 空一格 关键在这里 你可以筛选 其实就是 它的关键字会 空一格 哪一栏 不过我们前面说ABCD 所以姓名在B栏 B 那如果说文字的话 比对不是用等号 而是用like like什么呢 特别是一样呢 因为后面一样会 先有一个单引号 特别注意哦 单引号 然后里面要串 串一个什么 把X串进来 后面的话呢 记得怎么样 还有一个单引号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单引号 跟这个单引号 就是串完之后把它放 所以应该看得懂吗 就跟刚刚道理一样 只是没有那么多个 就一格哦 那不过如果你这样写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是关键字了 就是你一定要全称 比如说你今天要找什么呢 找这个黄佩玲 你不能打一个佩玲 这样不行 比如说你这样 如果把它弄一下 你现在如果说 请输入关键 那你就输入佩玲 你会Enter 你会办法 它找不到东西 底下没东西 你一定要找 输入的时候呢 一定要叫什么 叫黄佩玲才可以 就是这个名称哦 你一定要是完整的 可是你想说 这样很麻烦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呢 就关键字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要找的话 一定要全称 黄佩玲 Enter 找到了 有没有 一号 那如果说你将来 你只希望 姓黄 或者是他里面 某个是我记得 那其他我不记得 记得你这边 就是需要加什么 在单引号的里面哦 加上那个万用字员 特别之后 sico里面 万用字员是person 记得哦 加在单引号的里面 OK 如果我发现 这个应该哦 有些同学又会出现障碍了 光看到这些怪怪的符号 不过没有办法 这些 你必须要知道 那 这要怎么解释 其实这个规则 这规则也不是我递的 我们只是遵守他的规则 才有办法跟资料互沟通 OK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规则 所以怎么办 你就是要了解他 其实他的观念很简单 就刷一号里面 这个第一 前面的person 就是不管前面出现的字是什么 后面那个是 不管后面出现的字是什么 反正中间只要有那个关键字 就帮我找到吧 就大概这样 所以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如果我只想知道 我只记得那个会员姓黄 但黄什么我不知道 OK 如果刚刚 如果你没有加person 很抱歉 你一定找不到 可是如果有 加上person的话 Enter 有没有发现 黄的 他就自动帮你显示出来 其他当然你还可以去加一些其他的 所以 Google一下 上面有 像order by 你后面还可以加排序顺序 按照 比如说按照生日排序 你可以order by 你生日那一栏 或者其他的 其实你可以就像以色列里面的相关功能也可以拿到这边来 也是没有问题的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未来你想要把查询改成类似于那个全文检索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呢 第一个你就用那个input 解输入姓名关键字 第二个最困难的 就这个 OK 这一串 其实没有很多了 但是却都很重要 like 特别是有这个地方 他原来结构就是 这个如果不加的话 长这样 因为他是文字 如果未来假设他不是文字的话 那其实你加这样就可以 如果他是一个数字 不过数字就不需要like 所以 这边因为他有加一个单引号 然后加一个person 后面的话呢 记得要串一个 一样是 先person 再一个后单引号 这样就OK了 如果执行 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也会把 这段程式把它复制 也放在云端上给各位参考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个查询系统 其实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因为你资料如果可以放到资料库里面 要再拿来查询就简单多了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稳定 就会让我来说 我们可以放到资料库里面 然后这就会让你来说 那是一个稳定库里面